其實這次發言就想說回針對張國軍先生 他不斷強調一個概念就是說 功能組別其實可以滲入一些普選的原則 但是我們爭取了這麼多年要廢除功能組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功能組別 無論點測怎麼做都好 都不可能達到普及而平等的原則 所以我希望張國軍你搞清楚 還有我們已經等了很久了普選等了很久了 如果任何工商界你以為在現今的制度之下 還可以維持你的利益 不好意思最近的投資都已經是由國內的企業投資 好 麻煩你到黑色衣服這位朋友